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斯科特伯克也在荡日晚些时候宣布辞职 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 在近日的一场国会听证会上 国会议员埃尔西斯特·凡尼克反复接问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 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言论是否违反了校园行为准则 这三位校长未能给出明确的回应 另据报道 74名国会议员主要是共和党人 日前联名致信敦促这三家大学开除其校长 原因是他们未能解决校园里的反友主义问题 共和党议员斯蒂芬尼克在马基尔辞职后 继续将矛头指向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校长 他在X发帖称 马基尔的辞职只是一个开始 一个下台了 还有两个 诺杉矶市议会日前以10.02分的票数通过一项条例 将受租金稳定条例管辖的单位租金涨幅限制在4% 若房东支付瓦斯费和电费则涨幅最高可达6% 而不是原本的7%至9% 市议会去年对这些房产租金涨幅设定3%上限 但这项限制将于今年底到期 此外 新冠疫情期间的租金冻结期限将于2024年1月31日结束 如今该条例限制租金涨幅从2024年2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值 但同意将涨幅提高至4% 大洛杉矶公寓协会政府事务协调员表示 该法条将对一般小房东生计构成严重威胁 而住房倡议者则敦促议会成员 尽可能延长租金冻结或限制租金上涨 澳大利亚政府12月11日表示 将收紧国际学生和低技术工人签证的规定 以便在未来两年内有可能将移民人数减半 据澳大利亚政府最新公布的一项有效70年的战略 国际学生需要在英语考试中获得更高的分数才能获取签证 而学生的第二次签字申请也将面临更严厉的审核 因为第二次签证申请可能让申请者在澳大利亚停留比较长的时间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表示 本国的移民人数需要回落至一个可持续的水平 并重申移民体制已经破产 路透社报道称 新冠防疫封控措施解除后 大量外国学生和工人的涌入给原本房源紧张的租房市场增加了巨大的新压力 并导致澳大利亚全国无家可归者人数暴增 在此新规之前 澳大利亚移民人数在2022至2023年间预计暴增至历史最高水平的51万人 但在2024至2025以及2025至2026年间将回落至25万人左右 近日中国湖南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应对学龄人口变化调整优化中小学幼儿园布局的通知 要求有序组织幼儿园设并转撤 在中国人口下降的大背景下 这是首个省级政府正式提出撤停幼儿园 通知主要内容包括 城镇新建住宅小区应配建公办幼儿园 农村地区原则上不再新增幼儿园 学位富裕地区要引导办员质量较差 幼儿人数较少的幼儿园合并 撤转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整合撤并 每个乡镇至少办好一所标准化寄宿制学校等十项内容 据中国教育部数据显示 2022年的幼儿园数量比上年减少5610所 下降近2% 在原幼儿数量从2021年开始负增长 当年减少了13万人 2022年降幅扩大 减少了178万人 这些数据表明 幼儿园的数量和在原幼儿的数量都在下降 将给教育和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庞约 犹水 零 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